2010年,安乙轩仅用三句话,就让沉浸在结婚盛典中的好姐妹大S颜面惊失 该年11月,相识经50天的大S学习员与汪小飞官宣以经领证 两人的婚讯也瞬间传遍大江南北,这对大S来说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可对安乙轩来说,却是奇耻大辱 因为在好闺蜜大S与汪小飞的结婚情节里也没有自己的名字 一怒之事儿丹乙轩呢,当众对大S发出了夺命三连问 而她之所以这样发问,是因为如果没有自己做的那些事儿 大S与汪小飞压根儿不可能有认识的机会 时间来到同年9月底,娇贵公主安乙轩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会 其中受邀的不仅有自己的心仪男友人选汪小飞 也用于自己关系最好的好姐妹大S 可还不等安乙轩找到合适的表白机会 大S与汪小飞便一见钟情 并竟用短短20天官宣了两人之间的恋情 而据在场人员透露,官会举办当天 大S与汪小飞的互动并不多 显然一副初相识的模样 这一落到大众眼里,安乙轩就是两人之间的同样 于是得知大S婚礼并未邀请昔日闺蜜安乙轩以后 就连吃瓜群众都能亏欠安乙轩的不满 假设安乙轩本人的亲自质问 即将举办婚礼的大S迎来了最大的难堪 闺蜜安乙轩忍痛割爱换来的结局 难道就只是一场姐妹反目? 那时表面义愤甜意的安乙轩可能怎样想不到 一张照片的流出会帮大S成功扭转局面 因为紧接着一载安乙轩买醉 报王小飞痛哭的消息 来世汹汹占据了热榜 情是有媒体拍到安乙轩生日当晚 有点醉醺的她抱着哥哥王小飞痛哭 充满了不舍 试想一下 你看那闺蜜抱着你的男友眼头痛哭依依不舍 你的心里会好受吗? 只是好在这个情商受挫的乙轩 很快便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老公被抓就不是豪门阔态了吗? 2022年山乙轩恶梦来临的时候 不出意外她可能收到老公的波及 名媛贵妇圈地位下降 只是好在她有曾经收到的礼物帮身 因为这些礼品说 加起来足够她一事无忧到永远 2017年6月 安乙轩在夏威夷参加了专属自己的豪华婚礼 据悉她前前后后 共收到了来自自己亲亲老公的三枚舌坝钻戒 一枚寓意我爱妻的5.02克拉钻戒 一枚寓意十分完美我妻的10.57克拉钻戒 以及一对铁线圈钻石婚戒 而仅是这样的三枚珠宝就折合台币上亿元 此后两人的结婚纪念日 以及安乙轩的生日她又先后收到了价值324万的 限量版卡蒂亚美洲豹玫瑰镶线腕表 价值1370万的钻石项链 以及380万的劳力士等 几乎所有安乙轩收到的礼品都价值不菲 2019年7月 成功为富商老公升下一名男一单乙轩 得到了价超5.4亿人民币的房产 据房间传闻 这些房产均为独栋别墅 楼高四层 每层五个房间 并配备大型露天游泳池 紧接着到2020年10月 又生下一名女英男乙轩 被轻轻老公直接将其名价上市公司15亿的股份送给了对方 也可以说 安乙轩在这场婚姻中得到的全是干巴巴的礼品 可这一连串让人震惊的人民币数字 难道不足以让她在老公被捕后 继续享受贵妇生活吗 当然别忘了安乙轩本人也并非省油的灯 这可能是安乙轩这辈子最大胆的决定 2005年 《仙剑奇侠战》剧组在重庆几班观众见面会时 出现了让所有真心少女血液溺流的一幕 剧中饰演林月如代乙轩一时兴起 主动爆料称自己从没拍过接吻的镜头 这是她的首次现吻 听到这一句爆料的众人瞬间沸腾起来 只一安乙轩口中让自己现吻的男人 正是鄙视的逍遥哥哥胡歌 而安乙轩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个场合如此爆料呢 除了是在反抗自己的富商爸爸 我想不到第二个理由 时间来到2004年 与胡歌还不曾有任何交集丹乙轩 在偶像剧斗狱中 遇到了匹率男神郭品超 因为有合作基础 某次宣传活动中 熟识丹乙轩与郭品超多次亲密的摇耳朵交谈 于是结果也不出所料 有关两人在一起的传闻 以时间甚嚣尘上 原本呢 这也只是媒体的捕风捉影 可没从想啊 得知这一切的安乙轩爸爸 却直接放话称 如果绯闻是真的 就找人打断郭品超的腿 而安妇之所以敢这般放言 是因为他绝不允许自己辛辛苦苦 抚养长大的女儿 心意被犹豫圈的变悟 放言安乙轩的家境 他的奶奶是商场上 呵呵有名的大地主吴奶奶 据台媒报道 但是吴奶奶开的奶茶店游乐场 就遍布台北多地 安乙轩的爸爸虽然没有奶奶那般豪横 可他掌管的安保公司 也占据很大一部分产业 自从安父母离婚后 安乙轩的一切行为 都被规定得十分严格 他既是名副其实的公主 也像是一只被困在笼中的金丝雀 于是本着自力更生 又当有叛逆心理的他 索性冒着父亲的忌讳 将出文献给了胡歌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 叛逆的安乙轩 也长成了懂事的富豪人妻 对不起 对不起